早晨朋友们 早晨网上的朋友 你们大家好 又到了 阿欧仔早餐开麦了 今天呢 是讲回 昨天的东西 是讲动力 不过未开始之前 介绍一下我今天的 特别的早餐 嗯 香噴噴的 绿茶咖啡 多谢太太 今天的早餐呢 有什么呢 有苹果沙律 拌鱼 另外呢 就有 冷面 就加了有 sesame醬 有一些 hot pepper 辣椒 味道呢 我要试一试先 那这个 苹果沙律呢 拌了有 tobasco 因为我喜欢辣 又拌了有 sesame醬 又香又辣又甜 应该有好味 是吧 嗯 好 好好味 那些 苹果呢 要特别一提 很漂亮 很甜 很爽 苹果的牌子呢 就叫做 pink lady 一个很漂亮的牌子 好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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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呢 都说不完 今天呢 继续吧 最基本最基本呢 功名呢 重点呢 就是那个 意识 意念那里 要保持 意识 要正面 要positive 那人 happy 这个是最重 中之中 只要保持 这样的心态 那你已经是成功在一半了 另外呢 你要努力的呢 就是在你自己 那个生活习惯 里面 例如呢 运动 运动呢 是说着 不是说着运动量 而是说着运动 那种行心 要 一日去做 要是持久 每日你都做 譬如做半个钟 或者做45分钟 做一些 柔软体操 做一些 简单的 好像walking 步行 或者有些人 喜欢做拉筋 每日呢 即是有几十分钟 这样的 运动呢 是很重要的 保持身体呢 能够呢 常常都有一种 动感 那人 和身体呢 不会懒了下来 如果一懒 那人呢 整个身体 身体的系统 都会堕了下去 就会堕了下去 所以呢 持久 就是 那个重点 说运动 不是说你要有爆炸性的力量 不是说你有多少肌肉 而是说你呢 是持之以行的 每日去做的 舒展身体的运动 可以呢 想到的 我们很多 朋友喜欢的 做太极 做瑜伽 做stretching 等等都是很合适的 除了运动之外呢 啊 还有一样东西 都是运动 不过呢 是你的胸 肺 心臟的运动 就是什么呢 唱歌 唱歌呢 原来呢 是一个 很好的运动 给你 特别是肺 的活动 你觉得呢 唱歌 唱完歌之后呢 我已经整个书唱了 因为你在唱歌的过程里面 你可以抒发到你的感情 可以呢 是 带给你一种喜悦 唱完之后 整个人都舒服了 所以呢 有很多些 研究呢 发觉到呢 原来唱歌呢 是可以帮助 二年益神 身体健康的 讲开运动呢 我自己呢 就很喜欢打乒乓球的 往日 在疫情之前 每一早起床 做完 擦牙 洗脸 穿好衣 跟着呢 就开车出去 去附近的 那些中心 打乒乓球了 好多波友 都会在一起 在那儿 大家玩 玩打乒乓球 乒乓球 乒乓球 的球都很小 但是呢 我运动量呢 都可以是 挺高的 那我们呢 那我们呢 当然呢 他就慢慢打了 慢慢打 最紧要是 开心 打乒乓球呢 就是吃东西 吃东西 吃东西 吹东西 那就大半天 是吗 也都是 对身心 都是 很有帮助的 另外呢 我会说到 吃东西的方面 早上 夜早餐 好像这个早餐 吃丰富一点 早上的早餐呢 是重要的 它是给你呢 过一朝 所需的营养 所需的热量 所以吃多一点 下午那餐 可以吃丰富一点 可以吃下 你喜欢吃的东西 豐富一点 不要紧要 但是晚餐 一到晚餐 就要 克制一点 我们呢 不要吃得过饱 不要吃太多 吃 七成 顶多八成 就好了 吃得太多 有个 不好处 就怎样呢 特别是 如果你太晚吃 又吃得饱 然后呢 休息 上床睡觉 就对身体 是好不好 第一 就影响那个腸胃 另外呢 你的睡觉呢 就不得熟睡 睡觉不得熟睡 实际上呢 你就是 睡了 睡了大的人 睡醒的都是很累的 所以呢 晚上 吃那一餐 最量少 最量吃得清点 不要吃得太肥肥 那还有些什么呢 就是 可以想到 我很喜欢吃些 乳酪的 吃些乳酪的 有什么 有什么 帮助 有什么好处呢 很明显呢 我呢 就 吃 almond 就是核桃 蜗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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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叫蜗鱼 那我就 吃蜗鱼 蜗鱼 因为蜗鱼鱼的形状 就像个老一样 我很想 补一下自己的老 因为呢 发觉到呢 我人呢 开始老大了 我真的没有以前 做年轻啊 做青年的时间 或者壮年的时间 那么盛 我脑子开始慢 因为在加拿大住得久 我人呢 就舒服 没有什么挑战性 所以呢 所以呢 我就说 啊 不如吃点 蜗鱼吧 补一下 那我发觉到 吃了一排 一口咖啡 真的有补一下 有效的 不过呢 自己好像 想东西呢 想得多方便一点 就想得比较立体一点 那从不同的角度去想 我觉得 在这方面 自己是有特征 那另外呢 就Almond Almond Almond 呢 就是行人 我经常和Walna 呢 扣乱 Almond呢 就是呢 有很丰富的 Kalcium 很丰富的 很丰富的 Kalcium 那你就知道了 我们现在年纪了 就应该要补一下骨 身体呢 是很需要Kalcium 所以呢 就吃Almond 那当然呢 只吃Almond 吃的那些豆奶 我都觉得呢 是未够的 那要什么呢 要呢 就去买些营养食 就早吃D Kalcium and vitamin D 的supplyment 我吃了又真的觉得 是有帮助的 譬如呢 就说我自己呢 我的感觉就是 吃了Kalcium 和D 的supplyment 那些人呢 觉得呢 就是那个 腰 特别是跟着 尾巴骨 那些部分 好像 比平时呢 是有力了一点的 觉得呢 就是 行路呢 那些人是平直一点的 就是心理影响 或者是 那个supplyment的影响 不过 无论如何 我最终的结果 就自己觉得好一点 是吧 这件事是最重要的嘛 所以我也都在这里呢 介绍 你 各位老友 嗯 归根到底呢 冻灵这件事呢 是很着重的 就是在 耐 耐呢 包括什么 你 体内 细胞 和你的意念 的合作 那你 是要整天呢 都要有一种 这样的 意识 这样的意念 那身体呢 细胞 器官 2 1